警員王偉安104年至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 從警至立只有3年 今年10月特別透過章案調動 從新北市調派到原鄉 台東縣的成功警分級服務 因為小時候爸爸也是警察 然後小時候都在派出所長大 之後高中畢業的時候 也是想說警察的工作比較穩定 然後也想跟爸爸一起來當警察 其實我沒有很在意他從事這個警察工作 可能是他從小看我這樣 每天穿自服 衛敏服這樣 所以他才有這個心 所轉做這個警察跑道 負責輛同時在一個分局服務 身為父親的王正義 要求同事用更高的標準 來教父兒子任務 爸爸變學長 王偉安笑稱 既以自成倫理 在工作中看到爸爸還是會叫學長 這邊的同事可能都知道是爸爸的小孩 對啊 可能在工作上面就是 比較會不敢出包這樣子 父子在同一個單位服務 總是有點壓力 可是我是秉持說 不要因為父親在這邊服務三十幾年 不要那個...不要有那種心態 就是說父親...要有自己的那個路走 警員王正義從警三十年期間 李珀刑案有功 王偉安從警致力雖然只有三年 但同樣也曾在行鑄勤務中 眼間發現毒蟲 那王正義的為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非常有正義感 那我相信王偉安是他兒子 我相信虎父絕對沒有全職 那我們更期待說王偉安可以清出於籃勝於籃 我想父子黨在同一個分局 這其實是最親近 也是最不償失的經驗傳承 這非常非常的寶貴 所以我們很期待這一對父子黨在成功分局 可以創造一些佳績 父子黨同時在同分局服務的基研十分罕見 請分局的長官 其免王偉安能向父親看起 父子倆共同聯手 守護家鄉 顏時新聞發握了 台東成功 採訪報導